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金刚词有很多的传规他有讲过 特别有讲释迦牟尼佛他视线密宗像 就是金刚种词尊 金刚种词这支佛的表层意义 就是他是一切丧失的化现 金刚种词 第六八道的时候他开始 你要极身成佛 就极身成就金刚词 终极之道是失道 就是最究竟圆满的一条修行的法门 是什么 上失道 失道他就讲清净上失法 或者是什么 上失相应法 就是信愿 信仰上失 最高信仰 信师长 最高的信仰是什么呢 最高高层级的一个修行法 就是相信师长 相信你的上师 郭昌瓦大师他讲 一生成佛道 不在法书胜 在于信念成 你想要一生成就佛道 一生成佛有没有人 很多人 我们知道祖师大的 魅了日巴尊者 极身成就 我们最近的 我们救过七千法 也是极身成就 为什么 比如说 我们没看到极身 他极身成就 那极身成就 应该有的锐像 通通都出来了 都圆满了视线 无论是气魅明点 或者是整整的锐像 红光 征照 通通都视线出来了 设立 对不对 这个点击上 有的锐像它出现 一生成就佛道 不在法书胜 不是在你 得到什么教法 这个教法很不共 这个教法只传你一个人 这个教法是极秘秘 不是在这个法的书胜 在什么 信念成 你对上师 他这个教法的信念 成 就是什么 纯而不杂 无论的诚信心 里面就是干净 没有其他东西 噶举先辈诸师 噶举刚才讲到了 噶举派先辈诸师 这是传承的诸位 主师上师 他们所说的 不修成佛之法 极不需要经过刻苦修炼 而获得解脱之法 也是指信力 这是在 噶举派的上师讲的 无修成佛之道 不用修 不用苦修 但是你能解脱 也是指信仰 信仰上师的力量 心力 阳公报大师 阳公报大师他讲 这个以前有讲过 上师不讲一句法 弟子不达一次做 一生成佛 书胜道 即是信归上师道 但是做上师的 他一句法 他都没有讲 做弟子的 不达一次做 也没有好好的打坐 禅修过一次 都没有 但是他却一生成佛 书胜道 这是什么样的法门呢 即是信归上师道 只要这个弟子 他就是对上师 非常的信任 归命以止 他可以得到极深成就 那阳公报大师 怎么看也是 我的上师 他也曾经讲 这里讲 我的上师是指谁呢 人员报大师 本这个典籍的作者 他说 我的上师也讲过 信为功德母 互增诸功德 这句话非常可信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苦修过 他自己很谦虚 也许他很苦修 他还说没苦修 但他说是什么呢 我的上师讲 信为功德母 功德的来源 功德都是从这里产生 我们在华言今天讲过 信为道源功德母 增长一切诸善根 一样 他这里讲 互增诸功德 能够保护 能够增长所有的功德 这句话非常可信 他出来做见证 他说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苦修过 意思是说 他今天已经修得那么好 他没有像祖师大的那样苦修 但是意思就是说 我只有很信仰我的上师 我就有今天的成就 这个人能不能说 他成就很高 他讲出这样的话 他说言下之意 是他一切的证物功德 来自于对上师的信德 他今天如何如何会产生证物呢 这个功德来自于对上师的信德 郭昌瓦大师他也讲 信归信传法 空前而绝后 信 信心归呢 就是归命 移植了 信归信传法 心意相传的法门 就是这个法门 我相信上师 归命一直上师到底 这个法门是怎么样 这是以信传心 代代相传的 这个法门的书圣如何呢 空前而绝后 国昌瓦大师他这么开始 也就是说 没有比你信归上师 还要好的法门 戈当派的先辈 戈当派 戈当派的主师是谁啊 同学知不知道 阿底下尊者 这次同学有的时候很健忘 是不是提着西藏大师的名字 听着没啥啥 到底是哪一种 是哪一种 戈当先辈们讲的说法 也和上面这些说法相同 我们应以此为根本不断的努力 圣师亲口教导说 信归上师这个法门 有一种不寻常的优越之处 那讲什么 信归上师这个法门 它有一种超出常理的殊胜 超胜的地方 就是它很难去形容的 让大家很清楚 它干脆就这么讲了 信归上师的法门 有一种不寻常的优越之处 听起来我们听起来 我日记在讲 我都觉得这好处怎么这么多 所以他这句话就给你回答了 他有不寻常的殊胜处 那么真正信归 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呢 就是说我信仰上师 归面上师达到什么程度才合格呢 在座各位是不是一样 有这样的问题呢 一般要达到 没想到上师的功德 恩情时 情不自尽 泪滑飞溅 深如触电的程度 一般就是这样 你意念上师的时候 就会情不自尽 泪滑飞溅 深如触电 同学有没有这样过 就很少 想到你的欠你钱不还的人 你就泪滑飞溅 想到你的情人 等一下在哪里等你 你就深如触电 这刚好就相反了 这是佛陀尽传祈愿词 世出世间利乐园 所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浅显的传记 我们也能看到 文上师之名号 而泪如泉涌 这一类的记载 对不对 天文上师名号泪如泉涌 恩师曾说 他们在说了 他在说 他的上师曾经对他开示 他说 你们这些人 能够把自己根本上师的名号 正尽自如地说出口来 是你们的福气 我对自己的恩师名号 从未完整地说出口过 就是你们可以把上师的名号 就是轻生自如地讲出来 那是你们有福气 我从来没有讲 完整地讲出过 一次都没有讲出来 为什么呢 我准备讲到恩师的时候 我就会感情冲动 口舌惊乱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看看 他对他上师的这种 信归情深 这样的人 他会不得到殊胜的加持 那才是奇怪 他对他上师的信归之情 已经达到 他没有办法讲他上师的法号 一次都讲不出来 口舌惊乱 声流触电 啊 他就是哪 Von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